出生在芭蕾世家 自幼随父母移民加拿大的吴振宏 在19岁时进入加拿大国家芭蕾舞团 五年后成为该团首位华人首席舞者 并担任这一角色达15年 此后他接掌父母在温哥华创办的芭蕾舞学院 致力培养后起织秀 凭借自己的艺术成就和社会的艺术成就 他获得过包括加拿大公民最高荣誉 加拿大勋章在内的诸多奖项 也获得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颁授的荣誉博士学位 吴振宏近期在温哥华 接受中心社东西问专访 讲述他如何看待自己的事业和成功 我觉得芭蕾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业 他的难度是因为你不可以靠一方面的 每一天每一个小时每一刻都是需要去练 我要突破这个一些自己的 去练老去磨这个东西 另外一方面也是总是在琢磨 琢磨怎样更进步 因为我觉得一个艺术家不光是一个舞蹈演员 非常需要头脑的去琢磨 他才变成独特的一种表达能力 刚开始呢需要特别刻苦 没有这个自己的要求去刻苦 不可以达到一定的水准吗 我的家庭背景可以协助我 可以支持我 因为我周围的人都理解这个舞蹈的事业是什么 一定有歧视 而一定也有人把这个也当个一个借口 最主要的是要实事求是 我觉得当我的成功是不是隐藏或者是避免或者去掩盖任何东西 比如说我在教室里面 我就是这个动作就是老完成不了 我就决定我再也不做这个动作了 其实这是一个隐藏吧 就是达不到这个 所以才把它挪开的 完了就不受这个动作 那么是歧视还是把歧视当一个借口 自己不够好 这个要分得很清楚 文艺和商业永远是站在不同的立场的 完了我也是经常在斗争 因为我们要最优秀和最好的艺术质量 我们必须要花经济的一个投资 我们是靠票房 靠商业赞助 也带给一定的压力 所以一切一切宣传费 这个那个放在一起 就感觉这个是我们的实际的生活 那我们的优美的幻想的生活 是我们放在舞台上的 我的基本的就是不去降低我的艺术水准 对我来讲是没有意义或者动力 去要我去做 我要做的就是最好的 要做的是有让人有印象的 和达到我的艺术规定的级别 芬哥华这个城市虽然是国际 那么出名的一个城市 不过其实没有自己的一个团队 来举办胡桃家子 那么等我退休以后 我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太好的一个机会 让我通过我的艺术 可以贡献给社会 那么胡桃家子也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机会和挑战 每一年我们要把那个芬哥华交响乐团 跟我们的演员合作在一起 在最大的女皇大剧院上演 我们有超过两百个舞者 一起要培训和排练 那温哥华的我们 Go Ballet的胡桃家子 独特在哪里 是因为它是一种合作 把最高眼光的古典芭蕾舞的胡桃家子 给搬到台上 我觉得每一次我可以上演一个新的舞剧 虽然不是得一个奖状或者奖杯 对我都是金里面是一个奖 因为这是我的梦想 当我两年前得到加拿大凶章 这个我觉得是国家一个认可 可以得到这种实实在在的艺术 在每个人的生活中 是有一定的位置的 而必须需要的一个事情 我通过我的艺术可以带给社会 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环境